哈喽 我们现场的各位 粉丝朋友下午好啊 那小编今天有特别掌握我们 辛苦的果斑人员啊 来特别直播一下就是 他们从水蜜桃树上 采摘下来的水蜜桃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框里面啊 其实都是 早上他们 从水蜜桃树下 采摘下来的水蜜桃 拆带完之后 然后就会有一个裸装的 水蜜桃就会放在这边 所以他这个裸装的水蜜桃啊 放在这一边啊 他们会先进行这个 水蜜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评断 好来去 区别说 他到底是不是OK的 那说如果是正常外观 没有损坏的话 我们这边就会开始去做这个 称重的一个分级 我们会依照他的大小尺寸 跟他的外观 像他这个已经有包好的 这个完美的外观的话 好这个就是他包装好的一个样态 所以他会先经过一个称重的一个方式 去对我们的水蜜桃去做一个 等级的一个平方啊 那以现在澡桃来看的话 其实依照我们看的这一颗啊 其实已经算是还蛮大颗的了 那 比较 比较不好的状态 你看这个 像 那这个是怎么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会烂掉 是因为今年雨水比较多 所以有一些 他可能就是被果蝇叮了 有一些是得病啊 烂掉 OK 我们那个 伙伴的人员是讲说 今年的 雨水下的也是有点多 那可能有被 果蝇叮到啊 等等之类的 状况 那可能就是叮到 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小小的突破口 然后就会造成这样子一个 烂掉的一个情形 那像 像这个旁边这个啊 这个没有像这个烂掉的这个状况 好 旁边这个是他可能稍微有点小小的瑕疵 哦 当然 所以如果以这颗来看的话是瑕疵 算是比较大的 然后 又或者是可以看 你看这一颗 好 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瑕疵 好 这种等级啊 其实也是有可能会打入到我们的 水蜜桃冰沙 或者我们会适当做赤藤品下去做贩售 好 但是如果各位 如果你有看到是这种 装在这个盒子里面的啊 好 这个都是算是一个 OK的等级 那这个OK的等级 就是会去 做这样子的一个分装 我做这样子的一个分装啊 好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你看这一批 好 可能就没有像刚才 那几颗来的那么大 好 这边看起来一眼万工区多 稍微小颗一点 所以这边的水蜜桃搞不好 可以创到 四 五 不是 三五十五 十五颗 这边应该可以装到十五颗啦 好 如果这个等级来讲的话 都是一样十二颗的 哈哈哈 好不好 是小编自己制作多情啊 哈哈 都是装成十二颗的啦 好 所以这一波分装 之后有现场在看直播朋友 而在武林农场的朋友吗 搞不好这一波分装完之后 你大概三点半 我来去前面的查庄去洽询一下 看看 下午有没有机会在 贩售这些装好的一个水蜜桃 好 那水蜜桃要购买的话 当然就是来到我们茶庄 好 茶庄这边来到购买 然后当然说我们的旅服也有 好 但是茶庄会是最主要的 好 那昨天所发的这个水蜜桃啊 其实为什么不去做栽培呢 好 那小编有在留言里面有提到 因为我们这个水蜜桃购买了之后 大家一定都是现场去查看这个 水蜜桃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当然就是由 您自行 好就是由游客自行 好 攜帶走 那 假设说 宅配的话 当然说初步的 分装我们 当然会像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状况 去做一个分装 但是 如果在宅配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碰撞到的话 那他可能还是会客胸 那他可能还是会客胸 会烂掉 就是会烂掉 所以受到的游客如果发现说烂掉会说到底是农场的问题还是宅配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有理说不清了啦 农场的水蜜桃有几个品种 农场的水蜜桃有几个品种 耐高温哦 所以严格来说的话 我们 打开这个冷藏库稍微看一下 哦 这要怎么看 哦 这边翅膀 别在这边 好 呵呵 我们进来看一下 打开灯 这个小心不能被反锁啊 要不然会被冷死在里面 OK 所以OK 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啊 都是踩完之后 你看他都是 因为我们水蜜桃 拆小Q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行做一个包带的动作 包带的动作 好 所以他们从这个水蜜桃 哦 树上摘下的时候 都是黏着袋子 哦 去做采摘的一个动作 那到时候我们就会把袋子拆开 就会像刚才我们外面所看到的一个样态 好 就会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的 好 这样子去做一个分装 哦 所以刚才玩的水蜜桃啊 还是要稍微 哦 放着一下 好 放在这个冷藏库里面 才不会因为温度的关系 虽然说山上已经 够舒适了 但是 还是要在比较低温的环境之下去做一个 摆放的动作 好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果斑的大哥来看看说 农场的水蜜桃 哎 大家跟他有粉丝们在问说 农场的水蜜桃有哪些品种啊 像现在我们 对 对现在沼桃 就 田中武井 那中桃呢 中桃像一般来说会比较好 是不是有比较甜 比较多汁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比较多汁 嘿嘿 比较甜 甜度会比较高 那像中桃的品种大概有几种啊 中桃 那里前 那边 玉板 嘿 还有那个 村小的小 嘿 村小 小 就一个字 然后碗桃是不是 我记得还有阿布跟什么呢 对 有阿布 所以 如果整体来说的话 农场的水蜜桃的品种大概有几个啊 因为我们有目前有附的货 就是你讲的那个还有几个王健堂的 嗯哼哼哼 所以大概七至八种 大概七至八种啊 OK 所以大概就是七至八种啊 OK 好啦 所以这个 小编就是利用这个我们工作 我们国伴人员啊 他下午刚好利用一个空档的时间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包装的一个动作 那 昨天的直播啊 小编有特别提到说 为什么只针对台南地区 因为 小编是台南人 所以我只针对我们台南的乡亲啊 因为小编一定是回到台南嘛 到时候可能会订一个台南收获的一个地方 小编目前初步的想法是说 订单付款 还是直接找查装去完成这样子一个交易的动作 好那小编只负责运送 好 只负责运送 所以 到时候我们台南的乡亲朋友们啊 大家可以稍微拭目以待 小编预计是七月中旬 好那七月中旬 你要吃到我们七月中的一个水蜜桃 也是比较好吃的一个品种啊 好 对 所以到时候小编会公布 而且 先订购者 为优先 因为小编的车也是小车 如果说要载回台南的话 可能也没办法载太多 小编目前初步想 顶多就10盒吧 好 顶多就10盒吧 好 如果15盒的话我不知道行不行 哦 这是目前小编初步的想法啦 哦 好那来到我们茶庄 当然也可以去购买我们的 茶叶啊 有我们的红茶 哦 清茶跟乌龙系列 哦 所以各位 如果 七月中小编有 发出讯息说要 回台南去 啊 呃 在水蜜桃的话 如果你们有想要买茶叶的 你们也可以预先跟茶庄订购 好 但是小编到时候会定一个游戏规则 到底可以购买几组 水蜜桃可以带几组 哦 因为车子 空间有限 我不可能在太多箱下去了 哦 好 所以到时候 先抢先赢 哦 先抢先赢哦 所以小小编到时候会 你 哦 想好计划 好 看 七月中的什么时候 才 预先付款 订购的方式 好 那小编这边会跟茶庄去做一个 哦 确认的动作在帮各位把这个水蜜桃给占下去了 哦 预计是七月中旬 那七月中旬的水蜜桃 像刚才提到的那些浴板啊 可能会比较 好吃一点点 好 会比早桃 相较起来说会比较好吃啊 好 那里面的话当然有一些农产的一些农特产品 哦 比如说像我们的 水蜜桃冰淇淋 我们来看一下哦 当然说有我们这个 青茶的冰淇淋 有我们的 红茶冰淇淋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水蜜桃冰淇淋 那这个水蜜桃冰淇淋啊 就是这一个 跟我们的那个水蜜桃冰沙是不一样的 冰淇淋跟冰沙是不一样的 所以冰淇淋他我们是有委托 厂商好去做一个冰淇淋的一个制作 冰淇淋的一个制作 OK 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来一场的话 其实也可以尝尝我们这个 水蜜桃的一个手工冰淇淋 水空冰淇淋 跟我们昨天介绍的 水蜜桃冰沙不一样 不一样 那包含有像我们的 用金萱茶的做的金萱茶糖啊 或者是农场的一些 文创商品啊 像这是我们的印花帽 60周年帽 未来会再进一个61周年的纪念帽 包含我们的这个 保温品跟马克杯 也会去做改版 也会去做改版 这是农场产的这个 像我们的这个白色跟蓝色系列的一个 相应的一个保温品 跟我们的马克杯 最新的文创商品就是我们这个 围巾 那这个围巾啊 它 是最近才出的 可能这个时间点不适合用 冬天会比较适合 好 那昨天所提到的水蜜桃冰沙 就在我们茶庄这边 后跟我们的现场人员直接去做 订购 就直接讲说 哎 我要水蜜桃冰沙 就可以了啦 好啦 来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台南的朋友们 我们就7月中旬见啦 好 那详细的一个 订购购买方式的话 好小编会再另外公布 好小编会再另外公布啦 哈 OK 那各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小编要关播咯 好 谢谢各位的收看 好小编